吴才说我是吴才 然后今天的话刚好在旺角 所以就逛逛鞋店 然后看看今年有什么新出的 中国年配色的一些新的球鞋 广告应该还蛮多中国新年配色的球鞋 值得去看一下的 那我们就出发吧 新年版的Air Max270 它的鞋头做了一些三角形的格子 内衬也是粉红色 然后它的鞋面用了这样一种 感觉像是那种防水材质 Mesh的一种防水材质 VaporMax看起来就稍微收敛了很多 它是鞋底的这个鞋底的气泡 做成了红色 深红色吧 然后Nike苏是金色 它的flywear飞线也做成了红色 鞋舌上鞋舌就是一个猪吗 不像啊猪耳朵不长这样 我也不知道 观众可以跟我讲一下是不是猪 然后这个也是新年配色 微白这个也是女鞋配色 这个Nike 450是有bling bling反光 对 然后它的气垫是做成了透明 鞋底还有一个春字 看到没 春春 玉米配色 欧文的新年配色 哇塞 感觉它好多这种 这种什么中国元素 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感觉一看就是就中国才会有的这种 然后哇 这个感觉是海绵的材质 对 然后底的颜色也 比较不错 后跟 后跟这里蛮特别的 然后正面看的话 不错 有个人问这双鞋值不值得买啊 其实我觉得 AJ啊 AJ每年都推新年配色 我觉得AJ还挺良心的 因为它出的那个配色 都是特别经典 你像比如这双是 还有去年的中国年是出成那个taxi 黑白 就这个鞋子的黑白的部分 颠倒过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所以它其实也是满足了很多 OJ迷的一点点小小的 小小的心愿吧 对 然后这双鞋子的特点就在于 它的鞋面MASH材质是可以割开的 有一点像陈冠希CLOT 的Air Force联名那双的大概念 就是 把这个 滑开的话 它里面是有像内衬一样 这样的彩色的部分 然后金扣 它的鞋面材质的话 我不建议割 当然有些人割得比较好 能割出一些有特点的图案来 另当面 但我觉得不割就蛮好的一双鞋 我发现耐克的中国元素 好像这个图案都是一样的 就这里 对 其实也没有下很大功夫 对 然后它的鞋舌这里 绳子都做成了红色或者黄色的图案 然后鞋底 鞋底没有什么 然后这个跳跳人也是 好大呀 这个鞋舌上的跳跳人 金色跳跳人 然后后跟 诶 都是带闪的那种黄线 不是一般黄 金黄 哇 这个superstar可以哦 这个也是中国年配色 它这个鞋跟应该是个龙吧 应该是龙啊 然后鞋面的材质 它的三道杠也是做成这种 固织的这种 感觉 对 鞋带我觉得有点丑 它鞋带是做成了 就白色鞋带 但是两边有带两个红色的线条 这种图案 鞋垫的话也是有一个图腾的这样一个图案 对 然后价格是899 这个NMD做的有点帅了 怎么样 它是全黑 然后中底 BOOST也是黑色 这个三道杠就是热贴 就不是那个布衣了 跟刚刚superstar不太一样 哇 我在这里拍好多人围观这双鞋 他们是觉得我在拍一个很表的鞋 是不是 后跟的话也有一个这样的图案 这个鞋子有点帅哦 NMD 其实健身房穿NMD还可以 因为它BOOST其实没有那么软 NMD一般的鞋垫都是可以看到BOOST 但是这个这个看不到 对 鞋垫也有一个反光的logo在 我觉得这双还可以啊 这双价格多少 这双价格1399 哎 有点涨价哦 你们看这个待遇都不一样 人家就是用了一个特殊的鞋垫 垫着这个鞋垫 要谁过年真的是穿这么一身红的 哇 对 这个怎么样 大家觉得 我觉得可能 年前卖不出去 年后也卖不出去了 它的首发配色会比较瘦的 打八折吗 哦 999 不贵哦 蛮不错的 店员奖打八折 就算新年配色吗 其实不是它只是红色的 狂威猩猩 一颗星 one star 459 还打折 女孩子有没有喜欢的 可以考虑 这不是去年过年的那个狗年 专属配色嘛 也打折 均绿色 其实还可以吧 我觉得换成白色的鞋带 这个鞋子就好看了 宽威不错 宽威是一个很经典的鞋 我觉得不用鞋评 大家应该也知道吧 哎 这个是它的经典配色 Plasic 红金应该也是铺马唯一双青年配色吧 看起来像是 不过我跟你们说 479就对了 因为我记得我在马拉松开仓 大量看到这双鞋 也就是卖个两三百块 两百多吧 对 虽然很经典 但是没必要原价买 原价千万别买 这几双鞋我在这里看它摆的应该有 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 至少两个月了 这个配色不是很多人想买吗 可以来这里买 我觉得这个配色还不错 这个AJ也太修正了吧 我的手还算比较小的 最小应该是3C吧 哇 499不便宜哦 买这个当挂肩不便宜哦 小孩子穿这个其实有点硬 这个baby的鞋款有点厉害哦 刚刚跟你们说12代 那个侧面不要切开 切开就是这个样子 对 侧面的那个黑色切开就这样 baby就是直接切开了 哇塞 对对对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中国 中国年配色了 哎 这还有一个拜年的一个首饰 在后盔 哇塞 我觉得这个是我到目前为止啊 看到最好看的一个新年配色了 因为首先它侧面就这样看的话 就还是耐克鞋子 它惯有的样子 只是说换成了金钩 那正面的话 这条线 哇塞 先给大家拍过 这双鞋子脚感其实也是非常棒的 这不错哎 这个应该没有加价吧 1399 我不太清楚原价是多少 好像也加了两百块 小白鞋 哎 我觉得它的这个nike 1050做的蛮不错的 有一点像那种剪接和拼贴的手法 是用布料 布料拼成了一个nike 1050 也是用各种比较喜庆的这样的元素 对后跟的话也有做 远看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很干净啊 对 然后它正面这边一道黄是几个意思 这个黄为什么要加一个 是本来就有吗 我觉得270 虽然是今年 去年去年 nike的新的一个全新鞋款 但是然后我估计也是卖的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脚感真的挺一般的 价格也一般 外观可能就是后涨气垫是个卖点 这个透气应该也一般 对这个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了 不好看也不好穿 我靠这双越看越好看 我以为它侧面就像那个维德 那个叫什么 维德系列有一双鞋 侧面是那个碳板的这个叫什么 来着对上是不是 我以为是碳板侧面 不是碳板 是这种编织的材质 鞋标弄在鞋跟上 也是很有特点 这个侧面有点像电影院 或者是那种消音的那个海绵 帅的帅的1099 价格非常良心 虽然我没有实战过 但是我这个盐控 我觉得可以啊 太没成意 它就是把那个 三道杠 做的更大了一点 然后做成了红色 做大的不好看了 我觉得 然后就是新年配色了 对啊 这个其实 没有什么特别的 挺好看的 夏天球场上穿这个 应该会被针对 然后还是刺绣的号码 可以 这对服饰价格 649 好看的 好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